这就是100元 你可以给我们喝水吗 今天我们吃的全是你 一百刀美国饭店开猫盒 店家上啥我吃啥 美国人最爱吃的炸鸡既不在肯德基 也不在麦当劳 而是一种叫做水牛酱鸡翅的东西 这种鸡翅又酸又辣 有一家做得非常成功 叫Buffalo Wild Wings 今天我们就去尝一下 好 你好好吗 我的名字是 Mary 好 好 你认为两个人来吃100元是足够的吗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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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一个挑战 这就是100元 可以给我们喝水吗 我们今天吃的全是你 好 用整个100元 如果今天不可以吃的 我们就吃的明天 你不想任何说什么你得到吗 做给我们 好 好 你喜欢辣椒吗 辣椒可以吗 我们喜欢 好 谢谢 这挑战 哎呀 这又阿贝上了 他来了 这么多菜肯定是咱这肉 好 这道菜也太有食欲了 炸鸡是裹满水牛酱 还撒了一把葱花 这个酱是橘色的 这个是红色的 应该就是不同辣度的水牛酱 咱先尝着这个没有那么辣的 这啥味的 好吃 它的味道有点像国内的肯特鸡的味道 而且我觉得它最好吃的一点 就是它在上面挤了很多的水牛酱 这个就有点那种加辣版的 麦辣鸡腿饱的感觉 谢谢 刚说完汉堡 这炸鸡汉堡就来了 这美国人可真好糊弄 这不就是相同的炸鸡 换了个面包夹起来吗 看看下边 卷心菜 酸黄瓜 哇 这看起来好好吃啊 什么味道呀 这个辣椒酱好吃 它这个挺有特点 油特别大 就感觉是平时喜欢吃中口的人 会特别特别爱 反正我是觉得 最终等级的炸鸡汉堡 是吊达可能机卖到老的 nice 哇 这个是我最爱吃的taco 你一定要给我留一个 这里面都是些啥呀 搅西红柿 香菜 辣椒 鸡肉碎 excuse me can we get some hot sauce like the what was that the ghost pepper sauce sure thank you 你敢信吗 他们家最辣的水牛酱 是用鬼胶做的 哎呀你慢点吃 听说鬼胶吃多了会失聪的 要不你把剩下的一半给我吧 拉不及了 辣不辣呀 不辣呀 那你抽什么气啊 热点 这个就是他家的薄脆皮色 还是挺有特色的 这个里边有很多的鸡肉辣椒 还有香葱和很多的甜点酱 它这个边因为它很薄 已经烤成像饼干了 我咬一下你听有多脆 这就跟饼干一样 上面撒的是他家那个特色的水牛酱 这个酱其实味还是挺冲的 刚进嘴的时候 有一股辣气直接冲嗓点 这特别像大盆地 哇 还有一大盆鸡翅呀 这大家一摆到底太扛滑了吧 多蘸点它这个秘质甜点酱 它这个外边刷的这层酱 是用一种特别特别辣的墨西哥辣椒 加上芒果一起做的 这啥味的呀 入口是芒果的那个甜味 然后越嚼那个辣椒的味道 越迸发出来 真的是很好吃 账单来了 今天吃了个饭堡 一起看看花了多少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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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